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敌人皮特有时候出现 最开始米奇老鼠被设定为一个调皮的反英雄 但因为持续上升的人气 导致迪士尼公司将他变为一个开朗爱冒险的角色 利用我们刚刚所学习到的知识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测验吧 第一题 米奇老鼠有什么特征? 第一题 米奇老鼠的朋友们叫什么? 第二题 米奇老鼠是哪个公司的吉祥物? 第三题 米奇老鼠是米奇老鼠 现在由你来讲讲看吧 现在是你的 turn to talk 你最喜欢哪个迪士尼卡通角色? 本期的每周一讲就到这里结束啦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